一个习惯我是学艺术设计史的 我比较喜欢研究整个房子的历史 它所有的记录 所以我就把房子除了MLC以外 我们经纪人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Public Record 比如说Jear Warehouse 比如说叫TerraView 非公开的信息 非公开的这些 然后Land Registry这些 我就去看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猜怎么样 就是整个这个房子 已经被邻居的名字给注册上了 就是这个合同 这个Seller是开发商的一个Number Company 在一个月之前 是被另外一个夫妇 这个名字已经注册上了 你不好意思 我说这个房子一个月之间已经卖掉了 好奇葩的事情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把这个讨论调出来 它实际上这一排Townhouse Freehold 它都有几个不停的Lot 它有几个每一个Lot都有自己的PIN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 ID一样 你的PIN Numbers才是你真正的产权 你这个门牌号你可以改 你不喜欢这个4你可以改成是5A 对吧 没错 但是你这个PIN是绝对改不了的 对吗 这是你买的真正的一个产权 但是它这两个PIN 因为开发商是同一个卖家 他手上现在有两套 在这一排有两个物业 两个相邻的房子 它是同时放到网上 谢谢大家